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北 你们有没有发现 理发师特别爱劝别人烫头发 如果你们没有发现的话 应该看得出来 我这个人很听劝 其实刚开始烫完这个头发 我还挺满意的 有一个瞬间我就发现 这个事有点不对劲了 我发现理发师烫完头之后 他不敢跟我对视了 是到结账的时候 我就确定了这件事 我问他 我说今天烫头发多少钱 他说小北今天烫头发钱 就不管你要了哈 我说这么丑吗 我觉得还可以啊 我说这样吧 我也不太好意思白烫头 那个我帮你发个微博 宣传一下吧 他说小北 开个价吧 我跟你说 我们全家人都是这样 就是特别听劝 但是对于消费这个事 真的是听人劝 被人骗 我奶奶最近跟我聊天 说孙子 我买了个老花镜 这老花镜啊 老花钱了 我说多少钱啊 他说这个老花镜 花了我两万 我说怎么奶奶 这个老花镜 是能看到我爷爷的私房钱吗 然后我就说 这个眼镜好用嘛 他说这个眼镜非常好用 正常看的时候啊 是没有度数的 越往下看啊 度数越高 我说奶奶 这个老花镜好是好 是不是显得 这个人有点太傲慢了 所以现在导致我 特别提防这种消费陷阱 每次这个客户 给我订那种星期九店的时候 我都小心翼翼的 一开始住那种星期九店啊 特别的不适应 真的非常不适应 一般都会有个门童 帮你开车门嘛 然后我下车的时候 那门童特别热情 帮我开车门 当初弄得我都紧张 我赶紧下来了 我说你赶紧把门关上吧 那个车里面 另外三个人不出来 这是顺风车 非常热情 帮你拿箱子拎包什么的 然后弄得我都特别紧张 有点局促 我不知道怎么 突然就说出一句 我说你们这平常给小费吗 他说啊 有给的 我说啊 那我不给的啊 而且每次住这种酒店的时候 客户给你订酒店的时候 都会喊早餐 我以前不吃早餐 不是因为我懒 是因为我以为 天下没有免费的早餐 有我就一定要吃 有一天我熬一熬到五点 看了一下表 六点半就开餐了 我咬咬牙 去吃了顿早饭 那一天过得怎么说呢 就是 又撑又困 而且我平常吃那种 早饭从来不注重什么 营养平衡 但是吃那种 自住早餐的时候 我觉得每样 我都要吃一点 光喝的我就要点三杯 我要点一杯橙汁 点一杯牛奶 点一杯咖啡 喝不动了还得劝自己 小北 养鱼呢 每次都会吃巨多 有一次都给我吃短片了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服务员跟我说 先生你住哪个房间 我们给你送回去吧 我说你等会儿 再给我拿两杯酸奶 而这种酒店 有很多那种消费陷阱 有一天我在那个房间里 吃外卖的时候 吃着吃着特别想喝可乐 就那种等不了的想喝 然后我就发现冰箱里 就是房间冰箱里 有一个可乐 然后打开点喝 感觉特别好喝 喝着喝着 我就发现不对劲 我发现可乐罐后面 贴了个48的标签 我当时想 什么可乐这么贵啊 48年的可乐吗 当时那个饭 我对着吃不进去了 赶紧把衣服穿上 准备去楼下超市 买罐新的可乐 补进去 及时之损 我真的是低估了 酒店的消费能力 同时也低估了 他们执行力 当我回到房间的时候 发现冰箱里 有一罐崭新的可乐 当时我就完了 被发现了 然后手里边 拿着一个三块的可乐 也喝不进去了 我就把它放进冰箱里 然后第二天退房的时候 我说我今天退房 他说先生 您昨天消费的一瓶可乐 是48元 我说是这样啊 昨天我买了罐新的可乐 然后放了进去 然后我们俩又沉默了 显然他没有处理过 这种情况 当时我心中 还有一次窃喜 我说将军 沉默了十秒之后 然后前代跟我说 哎呀这样吧先生 那个我们还是照常收您48元 然后呢我们再退您三块 再解释过 我真的不要轻搅担担 我还不太帅 也不太帅 过去 我还是罢子 那我还不太帅 我还不太吃